空出来一个塑料盒 感觉用它生发豆芽挺好的 首先是倒入干的绿豆 倒进去的绿豆平铺开 大约占容器底部一半 或者略微少于一半就可以 因为豆子泡发之后会胀大一倍 清洗可以很简单 因为之后还要反复冲水 泡水大约一天吧 我是早上泡的水 到晚上绿豆就长大一倍了 这会儿就可以把水倒掉了 豆还是湿的 豆子发芽也需要呼吸 所以是不可以一直泡在水里的 倒掉多余的水 轻轻合上盖子 再盖上一块不透光的布 主要是为了遮光 让豆子觉得自己是被埋在土里了 它才会努力的往外钻 生发豆芽我用的就是室温 所以速度是根据季节有变化的 现在温度还不算低 二十度左右 所以一晚上第二天早上的小芽 就已经长这么长了 从这一天开始需要每天冲水 最好每天早晚各一次 实在没时间一次也行 水加进去 马上就倒出来 就像平时我们淘米那样 冲一冲就好 豆芽还小的时候 盖上盖子这么倒 会更方便一些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盒子 挺适合生发豆芽的 因为它有一个大大的盖子 可以轻轻地盖在上面 冲好水之后就可以再次盖起来了 如果只是室温 除了水 什么其他东西都不放 那生发豆芽的速度 完全取决于温度 但总体上讲还是挺快的 一周左右肯定能吃上 温度高的话三四天就行 我这个忘了及时吃 其实有一点点老了 但是还是能吃的 我抓紧把它吃掉 生发好的豆芽 如果不能及时吃 放进冰箱 它的生长速度会慢一些